哈囉 各位粉絲們大家好 那我們現在來介紹的話 就是另外一種的暴早燈 就是跨燈型的 因為像現在啊 大家的魚缸很流行 就是做這種假開放缸 上面沒有拉條的 就是你這樣子遠遠的看過去 它上面是很平整的 然後它的視覺效果是比較大的 比較大的感覺 像這種傳統的邊條缸啊 像這個 這個就可以夾桶燈 它有三公分的高度 這是比較傳統的邊條缸 它要夾桶燈的話就沒問題 那像如果像剛才那種新型的 它都沒辦法夾 還有一種也是很多人做的魚缸 還有像這種啊 就是因為現在大家房子小嘛 然後空間不夠嘛 做這種就是盡量把拉條一直往上 像這種也沒辦法讓你去夾桶燈 你看它一噸而已 這沒辦法夾桶燈 像這種沒辦法讓你夾桶燈的魚缸 接下來幫大家推薦的就是這一款 就是蒙蟲燈 蒙蟲燈的話 它這五年來啊 蒙蟲燈都是排名第一名的 金魚神燈 因為第一個它的顏色柔和 第二個它全光譜 第三個它來養金魚 金魚可以獲得 類似像太陽一樣的光源 可以等比例的成長或者跟長大 那暴澡的話它也是可以的 那暴澡一樣就是跟我們的暴澡教學一樣 你只要開24小時前期開的話就可以暴澡 那如果說你前期啊 比如說有些人他不想要暴澡 那你就一天比如說開個6到8個小時 那基本上它是不太暴澡的 然後蒙蟲燈有個好處就是說 它一樣有三排燈 它有三排凸透鏡跟這個兩排凸透鏡的 那目前用是這個燈是最適合的 兩排凸透鏡 凸透鏡的用意就是說 可以讓光源打到魚缸最底部去 但是如果三排都要打到最深的地方啊 那上面淺層的部分 它的光源就會不足 所以通常用一用都是建議大家使用這個 加二的 加二就是加兩個凸透鏡的 一排沒有凸透鏡的 那一樣它有兩段可以調整 一排是可以只開凸透鏡 然後一排就是可以只有開淺的 那蒙蟲燈的話它四尺的話 它有120瓦 它有120瓦 那像包含像市面上的水草燈之類的 燈源頂多是38瓦 到40 40粗而已的瓦數 所以說蒙蟲燈來講它是非常亮的 第一款是蒙蟲燈的推薦 然後我再補充一下 像蒙蟲燈的話 比如說像魚缸啊 魚缸的寬度 魚缸的寬度60公分的話 60公分的話使用一個蒙蟲燈是足夠的 60寬的話一個蒙蟲燈是足夠的 那像這種魚缸啊 它只有45寬啊 45寬的話 建議也可以使用這個 極硬的暴躁燈 這一款也是暴躁燈它是極硬的 那它一個只有36瓦 36瓦 那45公分寬的 45公分寬的就建議用一盞極硬 或者是如果你是60公分寬的魚缸 現在60公分寬的魚缸就比較少 就可以一次使用兩盞 那極硬有一個好處就是說 它比較不會佔空間 它一樣可以暴躁 那有些人會說極硬的效果 沒有想像中的那麼好 那這是必然的 因為它的瓦數 它的瓦數沒有那麼高 它的瓦數就36瓦而已 那現在這一款的話 它是極硬的暴躁燈 i7 Plus 極硬的暴躁燈 那它有的好處就是說 譬如說像我們魚缸啊 大部分使用像這樣子上部過濾 大家可能使用上部過濾 那上部過濾的話 它的寬 它的寬已經佔了 佔了十幾公分了 那所以說 它的可以放燈的空間就是那麼小 就是那麼小 差不多15公分而已 那極硬的暴躁燈放上去的話 其實以它的空間感來講的話 是剛剛好的 它就是 針對45公分寬去做設計的 那如果你要暴躁更猛烈的話 也可以上兩個啦 那如果說像45公分寬的魚缸啊 就一定是要放兩隻嘛 光源才會協調嘛 這是極硬的暴躁燈 那它一樣是全光譜三機色的 你看這個燈柱上面有三個顏色 一樣是全光譜三機色的燈 那這是極硬啊 三機色 暴躁燈的 的色度 有三種不同顏色所組成的 那打下去是這樣子 就是偏白光 比較偏白 微微的鎮硬效果啊 主要還是偏白為主啊 那光度的話打到底部啊 底層的話也是非常明亮的 也是非常明亮的 那要暴躁的話 一樣開24小時一個禮拜啊 就可以暴躁 然後這是萌蟲燈 這一排是淺的 如果說你平常啊 在家裡想要省電一點啊 你就可以開淺的 基本上下去也是很明亮的 那這 那另外切換掉這個 就是雙排突透鏡的 打深底的 那如果兩個一起開的話 可以使用100瓦的瓦數 就非常更亮 顏色也是三機色的 三機色組成的 那我現在就把它放在魚缸上面 讓大家看一下它的色度 那像現在這個魚缸的話 是4尺2的啊 4尺2的 所以萌蟲它110公分到130公分的話 它都是可以使用的 那打下去的話 你看這個4尺2它的邊邊角角 它的光源是非常充足的 那有微微增硬的效果 就很自然啊 包括說像很多很多賣家 他們拍魚罩也都是使用蒙蟲燈